正在我們後面這個樓盤 金地四幾乘 我們正在看四座 贈送的面積是你房間裡面 這個靈異位置的陽台景 其實是算很帥 喜歡便宜的朋友 我們可以找回美貨 價錢是14,800起 都是一樣正裝修 蛤?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怎算好?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時 資金被凍結 搞到血本無歸? V加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甚麼問題 100%由V加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加就有我足值的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阿佳 今天我們來到坦州這個位置 看著就是我們後面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其實就是甘地四幾乘 其實這個樓盤19年已經開始交樓 第一期現時已經賣到第三期 第四棟現時 今年的五月份加推新貨 精裝修 阿佳就跟大家去現場 去看一看小區現時交流這麼久 周邊的情況 我們過來拍攝 好 我們就來這個樓盤 其實樓盤這一邊 它車得比較嚴格少許 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 畢竟24小時安房做得好 對於我們人身安全其實是一個好事 前面這個位置你會見到會有一個泳池的位置 我們就走一走這個小區 看看這個小區裏面的一個情況 其實就跟大家說回 今期我們是在看四座 四座其實是三房和四房 其實積都是很簡單的 兩梯四貨 今年五月份我們開始加推的樓盤 即是這一棟 當然這個樓盤也會有尾貨 尾貨的價錢稍為會便宜一點 始終有新的東西我們先看新的東西 當然如果對舊的產品有興趣 對美貨有興趣的都可以尋回街 現時可以看得到 整個小區的一個圓景 其實是做得算OK的 因為畢竟這個小區已經交了這麼久 19年 當然這一邊是新興的 這個小區始終它這麼久 可以讓大家感受一下整個圓林的風格 這些應該可以理解為那些法式類型的風格 整個小區四座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前面這兩戶 它的一個視野是可以去到超八米 視野應該是比較闊落一點 當然你說這個樓盤 有沒有什麼比較漂亮的水景 三景 其實是沒有的 但現在這個樓盤它是坦州這個位置 還有它這次加推的一個叫做豪裝 它裝修標準聽說是算OK是算不錯的 還有現時這個小區的物業 都是它甘地自己的物業公司 它都是說三元一個方 我們到四棟這個位置 事不宜遲 我們進去示範單位 跟大家去看看 我們這些產品 究竟適不適合你 我們來到四座的十樓位置 其實就是它們示範單位的位置 在我們這一邊的位置 就會在01、02、03 在這一邊的位置就是04 01、02就是約近於100方的大三房 三房兩廳兩個洗手間 03就是89個方 約近於89個方的小三房 即是一個洗手間 我們04戶營就是單邊位 04戶營也有些特別之處 稍後會和大家講一講 它就是125個方的四房單位 事不宜遲 01、02我們都是一樣的 阿佳就看02 我剛才看了01、02的觀看 01是東南向的 它看出去是看出面的景觀 那外面就是 類似至近於老城區 加上一些舊景 其實是沒有什麼看的 不是很帥氣的 因為它始終沒有山沒有水 02這一邊就是在看我們內圓 這一邊的view稍為會靚一點 和現時我們看的全部都是精裝修 的加落標準 即是華語言和你做好 還有它這個精裝 其實很多人的精裝會好一點 為何這麼說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一邊 是配合空調給你的 當然你說和豪裝比 它始終都會是差一點 它是介乎於精裝和豪裝的中間位置 你可以這麼理解 一日到來你會看到 這些子物密碼鎖 現時都是新樓盤的一個標配 這些就不需要再多去介紹 因此我們這是02單位 一日到來這邊也會有一個鞋櫃 這個鞋櫃開發商是全做好 我們再過來一點 細身的朋友可能會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樓盤已經做好 這個叫做吊頂和我們空風管機的位置 已經和你做好了 其實對於一個樓盤來說 有沒有吊頂就介乎於豪裝和精裝 自己看 這邊的位置就是我們的廚房位置 其實雪櫃就是放開一個大雪櫃 其實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或者我們放在這邊也OK 視乎於你自己的喜歡 去擺設 這邊的位置你會見到 下面寫字就算一半面積 這邊它佈件時應該是以陽台佈件的 所以就是在介乎一半面積 大的一個升盤 已經是做好 給到你了 至於它是甚麼牌子就看不到 廚房三件套 這邊應該是洗碗機 一般豪小小都會配上洗碗機 這些櫃已經和你做好 這一邊看出去的景觀 其實跟我們剛才說的01位置 陽台看出去的view差不多 就是一些叫做城市老城區的景觀 這些景觀見仁見智 有些人很喜歡 有些人就不太喜歡 燕士亞加選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叫做望遠景的位置 客廳的開間是3米7的闊度 算是長體 如果不算是長體是3米半 應該是這樣的距離 3米其實都算還可以 放一個65吋左右的電視機 都是沒有問題的 梳化位、電視機位 我們繼續看看我們的陽台位置 陽台當然一樣都是計算一半面積 還有剛才阿佳去到發展商的銷售部 銷售跟我們說 這個靈異位置的陽台景其實算很帥 因為我們兩邊角 我都可以直接說 差不多接近兩百米的一個距離 可以看上兩邊一個圓景的視頻 樓下的圓景已經和你做好了 19年開始 到現時其實都是接近五年 當然我們四座這裡 收樓時間是准現樓 所有的東西和你做好了 差一點裝修而已 可能就是明年的4月3日後 所緊進行收樓 動靜分區的一個傳統做法 還有我們一個叫做廁所位 坐側三段顏色應該是三段顏色 三段顏色沒錯 一個叫做乾濕分離 這些位置都是算OK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壓階的身形都是比較肥仔一點的 坦州我們之前也看過很多盤 其實坦州有一個很共同的特點 可能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飄倉位置其實是和你全部預約了 相當於給多了一個位置 給多了一個空間 你可以去拜自己的東西 這間房應該是米二床 米二床可能兩邊下床位 不是三邊下床位 可能會小一點 隔壁的空調和你安裝好在上面 這一邊就是客房 客房的我們的飄倉位置一樣和你也一樣 叫做Bot座的 客房這一邊就米五床 加上我們的一個衣櫃 加上我們和主陽台一樣的view 當然這邊的朝向就是西南向的 我們繼續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有些人不太喜歡這種設計 但是阿佳是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有些人會覺得廁所位對著客廳會衝著 但是你有否想過 如果廁所位不對客廳 因為對於我們細職來說 我們肯定就是對回主人房的床頭位置 兩種簡法 阿佳寧願對著客廳 這一邊都是一個正常的交流標準 鏡櫃、洗手盆、坐設 以及這邊的位置比剛才公設林浴間的位置更闊 我們再看看主人房的位置 其實主人房這邊你可以看到 因為飄窗的位置沒有了 我們其實是說米八床的位置 再加上我們的衣櫃位置 其實都是夠洗的 但是你說很闊著就不至於 所有的空調和你配合 所有的牆和你配合 以及我們的地板磚 這些位置全部和你租好 這個樓盤是說 均價是17000至19000左右 視乎這個樓層的情況 價錢都會有所波動 我們說回這一間的情況下 我們就以1萬7元去計算 看看它的價錢可以去到哪裏 我們這個積就接近於100方 阿佳就按照100方計算 就是170萬 當然了 這個170萬肯定是樓層低一點 我們首期0.15 就25萬5就可以拿到這個單位了 當然了 找銀行而已 144萬 OK 我們就計算一下我們144萬的情況 好 30年月供 6300萬 20年月供 20年月供 在這邊說的是8200萬 其實這個單位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說真的 大家覺得它的裝修標準算OK的 算不可以的 介乎於我們這個精裝和豪裝的中間 但是它的單價稍微貴了些少 它的一個位置來說 因為始終它近珠海 回香港回港之後 大橋人工島的時間都是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 周邊的一個商業配套 或者我們周邊的一個買菜 我們七村就是附近的 買菜都是非常方便的 在說是走過去兩三百米的距離 其實就視乎於你自己 這個樓盤的性價比不算太高 但是周邊的位置 如果是有朋友買在這裡的 不妨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單位 當然 我們這個樓盤都會有些便宜貨的 是哪些呢 就是我們意其的美貨 美貨的價錢會更加優惠 如果是真的對這個樓盤感興趣的朋友 其實可以找回阿佳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另兩個樓盤 我們看完01 阿佳又發現一些新東西 要跟大家再去講一講 就是它這個樓盤 01、02、03、04 它們01、02和04 它外面都會送一塊 公共區間的位置給你 這邊你自己拿來放鞋櫃 放置自己的東西 當然這個區間是你家屋外面的位置 使用起來可能就會麻煩一點 這個88平方的03樓盤 它贈送的面積就在廚房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個樓盤的位置是最實用的 它的實用率是可以去到最高的 因為我們在講現時的廚房的位置 發展商是全震送的 即是我們現時的位置 所以大家去看看 其實如果加上這一邊 這個89個方的戶型 反而大家覺得是最值得推介的 當然我們現時是一個叫做樓盤的位置 這些都不是交流標準 這句話跟大家說一說 長板這些都不是 我們這個吊頂和我們的空調 這些都是我們一個交流標準 客廳開間是1、2、3、4 4塊多一點 3,4米左右 實際3,4米 這些風格給人家的感覺 心情會很舒服 以及一個叫做很輕鬆 很年輕的感覺 當然這些風格是你喜不喜歡的 如果你喜不喜歡 你自己去改 因為這些全是沒有的 發展商做好的 看圓林 看圓林的位置是可以看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繼續去看看 我們那三間房的位置 三間房 這一邊應該是我們公廁位置 這一邊是公廁位置 就考慮到人比較多的情況下 這個石頭盤在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叫做兩段式的設計 這邊是楚徹 這邊是淋浴間 位置是夠洗的 不過這一邊的戶型設計 就是這一邊 當然在裏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實就是有少少模糊的 如果是來了一些不太熟悉的人 在你家 其實就不適合任何方便 這一邊是一間寶寶房 空調和你組好了 飄窗位置和你搏 全部都是震送的 樓下就是看一些圓景 我們就繼續去看一看 其他位置的情況 再進來一點 這一邊 這一間 是我們一間 都是可以說是BB房 它的床是在裏面的位置 但那些飄窗位置是全震送的 看自己的情況 自己設計 不一定要像他這樣做 我們看最後一間主人房 主人房會寬闊一點 三邊走床位 咪八床 兩個床頭櫃 加起來我們的衣櫃 不過它這個衣櫃會小一點 因為從這位置的設計問題 衣櫃这边就做不到很弱 当然你可以拿到这个户型图 假如你买了这个单位 你直接可以拿给设计师和你设计 这方面就不是阿嘉的强项 最后跟大家讲讲这个户型的价钱 我照教都是以17,000去计算 如果是17,000的话 这个户型是88个方 就是149万左右 我计算150万 我们首期是0.15 22万5的首期 找银行借127万 127 30年 我们预公是5590 如果是20年 20年我们的价钱是7267 这个户型就看你自己 我觉得这间户型 毕竟送赠送的面积是你房间里面 比我们0102 我觉得赠送的东西 实用了很多 当然这些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如果我外面有个位置 如果我是喜欢去踩单车的 如果我是真的有辆轮宇的 或者是我有这些需求的 正好我外面又有个位置需要我摆东西 其实0102就适合你了 当然03这个位置 厨房的位置是全赠送的 所以变到你的积的东西就多了 你实用的套履空间就大了 根据你的需求 自己去选自己的 当然了 转头我们看的125方的四房 都是不错的 因为四房是一个单边位 你外面都是有很大的地方 是可以给你利用起身的 事不宜遲 我们去看看 最后这间125方的四房 我们这一边其实都是一个 这个位置就是防火门的位置 接着电梯口下这个位置 进到这个走火通道 这一边这个位置等于是单边位 单边位就是你单一边 你摆什么 别人因为有防火门平时是关注的 变到其实这个位置的隐私性是算OK的 反而我们刚才看到0102的隐私性 可能会差一点 这一边摆东西 我觉得安全性可能会高一点 再进到鞋柜 这一边其实是有一间房 你会去 我们先看看这一间房 这一间房就类似 我们可以用来做书房 其实你说用来住人都没问题 因为其实这间房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阔一点 米二床米五床 我觉得不米二床 跟着加个我们的衣柜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转角位 所以做书房是最好的 其实说真的 OK 看一看这一边的位置 这一边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厨房位置 厨房位置这一边有一个很阔的位置 可以放回我们的冰箱 由于它的位置真是很阔 到时候真的摆完冰箱之后 其实这一边还有很多空间 其实都是可以做定制一些柜之类的东西 有厨房三件套 记得这个楼盘是说的是洗碗机 不是消灯碗柜 OK 这一边都是飘彰位 这个户型其实是可以说是蓝箱通透的 因为这边有窗 我们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和对面形成这个叫喇叭 这个是OK的 OK 这个客厅比较阔的感觉比较阔 这一边是因为它的发展商是样板间 给你做一个电视比锦场 这个不是家流标准 我们是白色的余交叉 就不会有这些长布或长板 当然空调和我们的吊顶已经给你做好了 这边就是我们的阳台位置 这边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看看你是否需要去做成这样 因为本身我们的交标是叫做阳台 就不会封窗的 这个要提醒大家 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 好像他这样改 其实都可以的 这边可以洗一些简单的东西 洗空一体 OK 家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和这种设计 因为家是比较喜欢封阳台的 因为始终封了阳台 有个大玻璃是会比较漂亮的 好我们先看这间房 这间房其实是麦二床 三边下床位 加上我们的一个衣柜 其实都是够洗的 OK 继续 这边这间房真的它 简直可以谓 Porter 一些80枚或是99枚主人房 都不知其谓 米8的床加上这边是做了梳妆镜的位置 类池或者电脑柜的位置 我们的床头柜再加上衣柜 其实整个空襟利用起来算不错 而且这间房间真的很大 逼人家是125平方 这边是我们的厕所位置 不用说了 其实大积有大积的好处 所有东西全部都很宽 两个阿佳都没问题 一个叫全色的镜柜是做好了 大积的东西是会多一点的 看看这间房间 这间房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晒一点 原来阿佳发现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四房 其实不是的 其实加上刚才我们门前送的位置 其实是可以算五个房间 这边有更正少少 这边看出去就是一些叫做旧城区的景观 景观可能会看人喜欢不喜欢 不过视野都是比较阔落的 远一点有我们这个山景 好我们看看主人房 这个主人房最起码应该都有十五六七个平方左右 这个位置真是很阔落的 这个位置 由于它的位置够大 你喜欢电音改都可以 最重要是 买大单位最重要是找设计师 找个漂亮一点的设计师和你去设计 让它整整个空间 感觉大很多 大气和好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 厕所位置也不用说了 终于看到的飘窗位 整家屋的可能是整层 唯一一个飘窗位 之前的全部给你卖了 送给你了 这个户型其实 有些比较特价 当然特价不是四栋 其他栋数 最低可以到14800 正常来说我们肯定买正常单位 肯定是中间楼层位 按照17000去计算 会比较实在 125个方乘以1.7 是212万 首期是0.15 首套房是32万 找银行借180万 30年是7900 如果是20年 那就是我们这个 5200 好 其实呢 我们看了这个 整个四座 或者整个小区的圆境 最后呢 阿嘉就做回个少许总结 其实这个 小区有没有 它自己的量点呢 阿嘉觉得是有的 哪里呢 就在我们 每一层的每一个 户型 例如我们01 02 和04 它都会送了一个很大的位置给你 估计应该有六七个方道 当然 这些送的位置 是紧我们一个叫做 房大门的外面的位置 如果你说 这个位置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可以 利用起床 做回个鞋柜或者是 后期 发展商永续的情况下 装房道门 做回一个 杂墨间 拿来摆东西 其实都算OK的 这件事做不做到呢 就以 发展商的 这一边的实际情况为准 阿嘉现在 是随口说的 这些不做数的 03这一边 就在我们 房间里面 这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厨房位置 这个厨房位置 它就是计了我们小区房间里面的积数 变成我们这个88方正在做这个山房 房间又稍微大一点 厅又大一点 反而 03户型 实用率是会高一点 这个前提是不计 我们刚才01 02 04 这个外面的位置 的情况下 这样去计算 03 是 实用是最高的 当然 4房有4房的优势 4房 它送了一个位置给你 送的位置 你直接是可以做书房 还有 你4房的位置 你是 我们是一个单边位 单边位 我们是一个防火门 防火门里面 再会有一个很大六个方左右的迅速面积 其实会变得到 你 这个户型的隐私 就会好很多 还有 这个位置 由于它是单边位 它一个叫做 我们的通风效果 南北通肚的效果 都会好一点 喜欢便宜的朋友 我们可以找回美货 价钱是14,800 都是一样精装修 没有空调的 只有四栋这一边 才是有空调的 因为四栋是叫做精装加 加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介乎于 精装和豪装的中间 OK 如果对这个楼盘感兴趣的朋友 找回 撥打上面的电话 给阿佳带你来到这个楼盘 实地和你去考察 看看这个楼盘 是否识 今天就这么多 拜拜